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今年以来 跨境电商圈 纷纷为独立战的发展前景造势 很多卖家也已转向独立战 但大量还在门外愁愁的玩家依然被两个问题困扰着 独立战会不会是个很烧钱的生意 做独立战应该把钱烧在哪儿 今天 邦小白就带你一起去寻找他们的答案 独立战是烧钱的生意吗 一位独立战卖家告诉邦小白 有些公司在初期 广告的投入占比会非常大 但随着用户积累 营销占比会下降 但这时就需要在其他方面进行投入 比如产品质量 物流时效 客户服务等 而花出去的广告费还可能打水漂 独立战这种引流模式与平台形成反差 因此很卖家才会觉得独立战是个烧钱的生意 Ewe Shop创始人Marco表示 暂掌握整体广告投放逻辑的叫营销 对广告受众 我按及广告数据分析 优化一无所知的叫烧钱 学习如何投放并不困难 基于有方法论的运作下 独立战不是一个烧钱的生意 他认为平台也需要向外烧钱采购流量 只不过平台会把买回来的流量再卖给开店卖家 所以 无论平台还是自己的独立战 都需要对外采购流量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也就能够接受独立战的广告投入 一位资深独立战 大卖家表示 所谓的独立战烧钱 更多的事体现在 在卖家还不了解市场及用户的情况下 无论通过哪种渠道投放广告 都避免不了要交各类学费 踩各种坑 转化率不可控等 因此而导致的浪费 就是烧钱了 烧钱极为是错成本 但这也是必须得踏过的 他谈到 钱烧在哪儿了 目前 独立战最主要的引流投入方式 是Facebook社交与Google购物 搜索广告 大部分卖家掌握 这两个主流流量平台的玩法 就已足够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 如TikTok YouTube等社媒渠道可以选择 一位资深假发独立战的卖家 给帮小白提供了一份 各社媒渠道的参考数据 谷歌广告 CTC单价最高 转化率较高 ROI销售额广告费预计在2-3之间 FB广告 CTC次高 转化率一般 ROI预计1-5-2-5之间 各类小众广告 CTC可能很低 转化率也很低 ROI预计1-5-3之间 而据Marco介绍 FB广告价格 一般按千次展现 CTM收取费用 受卖家受众人群的广告 竞争程度影响 且不同受众和地区的广告价格相差很大 卖家可设置自己接受的 CTM价格 但目前大家都会设为自动出价 这种方式能充分帮卖家利用FB优化广告的空间 那么 这种引流方式的烧钱和转化情况如何呢 Marco举了一个例子 描述了投放FB广告的收费机制和广告逻辑 机家是现在需要销售一个家居产品 卖家创建五组广告进行测试 这五组广告分别对应不同的受众 每组广告设置20美元为上限 最终五组广告投放完成后 卖家根据数据 才能了解到每一组广告的流量费用高低 以及转化效果 你的目标是盈利 关注的指标第一层应该是投资回报率 流量规模 下一层再是流量价格 广告评分等 他表示 通常一般流量费用很高的广告组 投资回报率都相对比较低 因此没有一个绝对值是正确的 卖家也不必过多去寻找技巧来压缩广告费 在Moto看来 谷歌的投放逻辑也接近Fastbook 即先投放 根据数据庸化 再投放 而无论哪种广告 投放的结果只有亏损 平本和盈利三种状态 业内人士普遍的看法是独立站入门门槛低 投入少 在前期测品阶段可以随时根据效果决定是否要继续投入 Marco表示 通常一个产品不超过200美金就可以测试完成 如果不行 则可以放弃快速换下一个产品碰运气 从广告的角度来看 测品带来的增长效益是短期的 当流量红利逐渐失去 卖家测品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一般转化一张订单需要多少钱呢 Marco告诉邦小白 独立站的转化漏斗跟很多因素有关 比如流量是否精准 产品是否有竞争力 以及定价是否有吸引力等 所以 转化订单的成本没有标准数据 即使资深卖家也不能预测 有可能不用一美金 就可以收获几个订单 也有可能预算超支 一个加入购物车的消费者也没有 而卖家只能一边投放 一边监控 进而一边修正 限时免费领取四份报告 Facebook忘记营销全攻略 从消费洞察 营销节奏到广告创意优化 有四份忘记营销攻略带领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